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,2024年周岁75岁,虚岁76岁,物资鼠,具名书三明通会云。 物资鼠命入华盖,一生为聪明勤学之人,但较为孤僻,物资鼠人常灵感涌现,创造力比其他生肖家, 在需要创新的事业上,通常能开创新的业绩,比如木匠、厨师等职业上,多见物资鼠人。 但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,在高位之后,常会得意忘形而盛起灵人,以专业来劈迫他人,所以尝出县位高示威的困境。 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,一惹口舌观飞,身边常有小人环似,等着看笑话。 当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,居于弱势时,通常容易遭人落井下石,使情况更行恶劣。 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,一生处事都要特别谨慎,在当孕时,不可轻视别人,在落孕时不可轻信别人。 这是明哲保身的原则,以免被人出卖而成为替罪羔羊。 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,在2024今年,若是还在职场或生意场上拼搏的人,虽一番小人即招惹是非,所幸地与太岁三合,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,此若鼠鼠人能牵后待人,定可化险为矣。 财运方面,属鼠的人,今年对于太岁,无冲无客,且正财稳定,收入丰足,投资亦可获利,但横财则欠佳,不宜沾手赌博或买彩票之类的投机事宜,以免因瘫变贫。 感情方面,属鼠人因华盖入宫,会感觉比较孤单,对另一半也容易产生敏感多疑的心理,属鼠人与人交流,也缺乏共同话题,较难找到知心好友。 属鼠人需要提前知道,这是因为滑盖的影响,并不是心里有疾病,等到明年这些感觉会烟消云散,属鼠的人就如同他们的属相一样,环境适应能力很强,在食物方面也从不挑剔。 所以,不论七宿在什么地方都能生存。 同时,他们也精于谋略,办事沉稳,反应敏捷,临危不惧,又做事积极,一旦设定了目标,就会勇往直前,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 1948年的属鼠人,一生不会穷困潦倒,大部分这年出生的属人,晚年都有房产,身边的储蓄, 也比其他生肖高尚不少,这是生肖鼠的天性使然,也是上天的恩赐。 属鼠的人,往往具有凌驾他人的气势,在处事方面极具批判性,而且好奇心十分旺盛,常会探究他人的隐私,对想要知道的事情,会不择手段追根究底。 属鼠人觉察力强,反应快,有很强的环境适应力和应变能力。 即使,点子多,乐天命,有时一听问题,就知道关键在哪里,是能处理事情的人。 属鼠人女性伶俐,特别喜爱干净,会将家务整理得有条不稳,个性比较活跃,多变化,且利益心强。 是能帮父的妻子,但是属鼠女天生父幻想力,虽是食物,但常有疑心,属鼠男人很会利用机会,性格爽朗活泼,年轻时讨人喜爱。 一般来说,属鼠人大多感觉敏锐,善于多角经营。 由于好奇心强,对任何事情都想很快插上一手,这也常被人诟病,属鼠人都会捞过戒,算是贪婪的一种属相,生消暑一生遇到危险,大多能巧妙地避祸处理。 只要属鼠人感觉有危险,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就开溜,这样的处事原则,让很多属鼠人大多长寿。 不过,据和和命书所云,属鼠人的缺点是缺乏胆识,做大事破例不够,在小安小惠的部分处理得很好,但在大利益或大利润的部分,却适当指挥能力,不足以担任商业机构或其他团体制领导,而且面对金钱或女色没有定力,属鼠人欠威严。 有固执以见之性格,有建立妄行之缺点。 这些缺点不影响,属鼠人,他们是本性善良的一个属相,属鼠人给人自私或桀骜不逊的印象。 善于投机取巧,爱挑剔,心胸不够远大。 但是这些缺点,作为人又何尝不是为生存而做的妥协呢? 世人就是自私自利,区别只是轻重而已,现代社会任谁是都不容易的,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人在江湖,我们只有一个目标,那就是保全自己以及保全家人。 只不过,这个目标很难实现,因为外界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,普通人抵御风险的能力太差了,所以不少人既保全不了自己,也保全不了家庭。 当然,这是针对没有规划的普通人而言的。 圈中有一位开工作室的老前辈认为,人要么安稳保守地活着,要么冒险去捞钱,反正必然要二选一。 他觉得,既想安稳,又想捞大钱,这是不可能的。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,要有这六种保命的远见,才是让家活得长久。 现代人有一个特点,那就是对于赚钱这件事,太过于急躁。 而急躁的行为正好触犯了人性的弱点,容易被人利用。 当你需要赚钱的时候,就肯定有人会跟你说,哪个项目来钱快,哪只股票容易赚钱。 对于他人的投资建议,你真的敢相信吗? 所谓肥水不留外人田。 别人之所以会告诉你,不是因为他们跟你的关系特别好,而是因为他们想坑你,或者想要割你的韭菜。 可以肯定的是,只要你的家庭不被人割韭菜,没有陷入到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当中,那你就等于胜过百分之九十的人了。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在被割韭菜的路上。 俗话说,天下大势浩浩荡荡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 这环境的大势,其实一直在发生变化。 有的时候,会让你随随便便就能赚钱,而有的时候,会让你活得愈发艰难。 那顺应环境的大势,才是关键。 能够赚钱的时候,要小步快跑,但不要跑太快,容易掉坑里去。 而寒冬将至的时候,要蜷缩前行,慢慢走,稳自当头。 如何才能蜷缩前行呢? 就是要降低个人的欲望,降低家庭的花销。 别人家怎么干,那是他们的事。 而自己家要精简过日子,则是自己的选择。 资本市场中有一句话,不要做感动自己的投资。 普通人都有一个缺点,那就是喜欢感动自己。 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抱钢琴班,自己也勒紧裤腰带去抱钢琴班,从而安慰自己,我孩子抱了这班,就不会落后于人了。 说句不好听的话,越是这么想的人,越是无法得偿所愿。 孩子擅长什么,我们才要专精培养什么。 哪个投资比较稳定,才选择哪个投资。 比如,当所有人都内卷的时候,那我劝你不要乱花钱,因为内卷是无效铲除,毫无意义。 你丢再多的钱在里面,都等于白白打了水漂。 所谓,枪打出头鸟。 在人情社会当中,跟在后面的人都是安全的,而跑在前面的人都是危险的。 越是当出头鸟,越没有好果子吃。 如何才能避免不当出头鸟呢? 首先,不该说的话,不要乱说。 其次,不该碰的东西,不能乱碰。 第三,不该招惹的是非,不要随便招惹。 环境变得不太好,那我们就只能低调做人,闷声发财。 其余的事,能够避免,就要避免。 至于别人要做,那我们当看戏就好,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。 读了上下五千年,只明白一个道理。 凡人不能跟天使作对,而是要静待天使。 用周易的话来说就是,乾隆无用。 将自己隐藏起来,就跟潜在水底的蛟龙一样, 平常无事的时候毫无表现,等时机一到,才一鸣惊人。 不要觉得危机降临,生活就只剩下危险。 或许,还有机会在后头。 能不能把握住,这是一回事。 而能不能等到他出现,又是另外一回事。 正所谓是来天地皆同利,运去英雄不自由。 是大英雄也好,还是普通人也罢,不得天使,没有地利,缺乏人和,到头来都一事无成,处处倒霉。 近两年,有一个磁火便全网,接盘侠。 所谓的接盘侠,百度百科的解释是,买进庄家出货的股票。 也只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被迫接受某种事物,如孩子、股票、房子等,的一类人。 如果你有孩子,那身为父母的你要把好官,别让他成为接盘侠。 如果你有余钱,正在被某些中介蛊惑,那就要认识到,天底下没有免费的馅饼,如今接盘,就是在帮开发商补窟窿,要不得。 只要一家几代人都不接盘,家庭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,那活得安稳一点,其实不是什么难事。 更何况,活成安稳的样子,就已经是大部分人的奢望了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。 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